現代上班族非常長時間 坐在人氣房裡面 所以一坐久了 臉就會乾 對 超級乾 這時候的保濕噴霧 就超級重要的 沒錯 我們今天就要來測試 這四款保濕噴霧 都是職場好評非常高的 這個四款保濕噴霧 一號選手就是我們的 來自發國的選手 而且這個開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第二瓶一樣也是法國 個人非常偏愛這一瓶 重要的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那第三瓶 接下來的這瓶是日本來的選手 日本的選手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不停保濕還可以控油 這也是夏日很必備的對吧 那我們最後一位選手呢 他是不管是你保濕的時候可以用 或是你上妝前可以用 你上妝後也可以用 很不錯吧 我們來試一下 是的 我們一開始要來測試 他水珠的大小 所以依照這個水珠的大小 我們來評比誰是水珠最細緻的 我自己個人呢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我自己的這一瓶 我會選擇他耶 因為我覺得他噴出來 真的有比較像固的感覺 比較細緻 我覺得非常非常難選 但是夏日控油真的超級重要 所以我個人會投他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來 我們不一樣的臉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是 他噴在我們臉上 他的保濕力真的夠嗎 我們待會兒噴在臉上 會大概等了一分鐘 然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before跟after 我們的保濕度看看有沒有增加 好 接下來要噴了 其實滿細緻 而且他的範圍其實很大 對 我發現你頭髮都有一些水珠 對 他範圍其實很大 所以其實你只要按壓 然後你從上往下一次就夠了 可以來測試一下 40秒耶 現在油分只變20 天啊 水分變多 油分相對於就變少了 對 而且是馬上減少了 對 而且是馬上減少了 對 而且是剛剛是30劑耶 好 來 我現在來用我們的愛牌 好 是不是太多了 對 剛剛好太近了 然後我們是搬什麼色的 那這個噴上臉感覺怎麼樣 就是好像剛剛去洗了一把臉的感覺 有這麼清爽的感覺 就是剛剛去洗了一把臉 然後就是涼涼的這樣 所以它的水珠讓你感覺到比較明顯 對 比較明顯 好 然後我現在來測 141 4127耶 然後油分降低到27 對 很快耶 很快耶 就只要一噴就好 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417的控油 到底是控油呢 香香的耶 有沒有聞到它的味道嗎 因為其實這四款裡面有味道的 真的就是這個了 就只有這個吃 而且它控油 我很期待它等一下那個油分會 不是好到哪裡去 好 1分鐘了我來實測一下 414耶 1025 它跟你微笑 真的嗎 下包都丟下來了 而且你噴一下而已耶 對 很快耶 真的 我現在傳避第一名耶 對 我們看最後一個選手 這個真的感覺到明顯的水珠感 對 好 我們來測一下 我們來測一下 濟稀的左邊臉 左臉 多少 34、39 妳的左臉剛剛一開始是31跟44 其實落差沒有到非常非常大耶 而且其實你看它的左邊臉 剛剛有噴那個控油的啊 其實它的那個油感變少了 對 它感覺很像 像瑋柔剛剛說的 它很像破壞了 對啊 整個兩邊臉其實是有落差的 而且我們今天測試出來 真的落差最大的其實就是它 但是我們在這樣的實驗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這個手壓的保濕度 竟然比這兩邊氣壓比它要更好耶 對 而且它其實是為台灣人 台灣的氣候去做的 沒錯 所以更適合我們 所以今天的保濕王就是 讚